大家好,我是老近 考虑最近一段时间应该都离不开北京 所以我还是继续发掘北京周边可以郊游的地方 还是得找那种户外的,比较开放性的 然后在北京里面找吧 找那种不是那么知名的,就是人少一点的地方 像市里的公园景点估计人就比较多了 然后反正我翻了一圈北京地图 就顺着北京的那个边缘地带看了一圈 然后我就决定选这个古北口长城来说一说 之后也会关注到古北口这个地方 其实是因为就是每年春节的时候 春节假期我都跟媳妇回那个东北老家过年 这里就有一个我自己的日常经验了 就是当我每次去东北的时候 我就打开那个手机地图嘛 导航,百度或者是Google都行 我就搜索那个搜索的路线 比如说你现在就搜这个从北京市到那个辽宁省的朝阳市 那个路线 一般的那个都会给你推荐三条路 就咱们就按这三条路从南往北说 首先说这个最南边这条路 就是从北京出发一路往东 然后奔那个青少岛的那个山海关 然后从山海关出去就是辽宁省 就是这个东北了 这条路其实相当部分是沿着海边走 所以叫做傍海道 这条路是当然是最知名的了 因为当年那个吴三桂引清明入关走的就是这个山海关 所以就他的知名度肯定是最高的 就是到现在的话 这条路就是基本上也是从北京到去沈阳长春哈尔滨最快的那个高速路 也都是从这条路走 尤其是好多东北人口头传我发现特别爱说 那个哎我出山也关了 就是意思就是说那个我进入东三省了 这是这个北边这边这是南边这条路 就是这个傍海道 然后说这个中间这条路 中间这条路叫做卢龙道 就因为中间有个那个重要的那个也是长坑关口 叫做卢龙口 当然现在现在叫喜峰口 或者那地叫做喜峰口长城吧 当喜峰口长城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特知名的一个战役 就是那个喜峰口战役 就跟这个这地打的 喜峰口长城那打的 就是那个大刀香鬼子们的头上 开安区 就那个歌唱的就是这个喜峰口战役这个事 不过后来为了那个引乱入京 修那个潘调尔水库 所以就是 因为当时天津离海太近嘛 天津那个海水倒灌导致天津那个海河水特别咸 没法喝 所以就是给那个天津人民 引那个淡水过去 所以修这个潘调尔水库 潘调尔水库的话 修完之后 喜峰口长城的大部分就被水淹没了 所以现在应该叫做这个喜峰口水下长城了 不过那边景色真的是不错 就是山水相间的 从你看那个长城 就是水下水上 那么一条龙是那么延伸 一会在水上一会在水下 就特别特别好看 然后反正你要问我的话 反正我会觉得就是 就是就是喜峰口长城这个地方 这个水下长城这个地方 绝对是北京周边就是最好看的这个景色吧 就是没有之一 就就他最好 我觉得 还有那个江文那个电影 有一个鬼子来了 电影 就是跟那个喜峰口长城那拍的 那个拍摄现场现在还在 那个收票呢 收票就可以进去 反正村民 但是给你村民还挺热情的 给你讲这讲那 卖你个果子什么的 当然这地儿也 现在还不在北京 所以现在肯定也去不了 还有最后就是说这个最上面条路 这条路就是这个古北 叫做古北口道 当然顾名思义 就是从这个古北口 或者咱们说是这个古北 古北口长城 进出北京的这个路线 能够北京出发 你要一直往北走 出了古北口 再往北 就是承德 咱们知道承德有那个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就是清朝皇帝 夏天去避暑的地方 然后清朝皇帝会在承德的话 以那个大韩的身份 就是建很多北方的 游牧民族的首领吧 就稍微提一下 清朝它是一个二元帝国 一方面是南方的 这个农宫文明的皇帝 另外一方面是这个 北方游牧民族的克汗 算是身兼两职 就类似于过去英国女王 兼人印度皇帝 这种感觉有点类似 所以北方的首都那是承德 而南方的首都就是北京 所以严格的说 其实承德也算是东北 当然现在承德属于河北省了 这个是关于这个古北口道 大概这么一个说法 今天重点还是说这个古北口长城 先看一下这个古北口长城的卫星图 中间这一块就叫做 这口就叫做古北口 古北口的左右两边 就是应该按照地图说 应该是东西两边吧 东西两边都是山 这个西边是这个卧虎山 东边是潘龙山 两边当然两边山上都有长城了 长城大上人过不来嘛 所以西边这个长城叫做卧虎山长城 东边这个长城叫做潘龙山长城 然后潘龙山长城 再往东是这个司马台长城 再远就不说了 人家长城都是连着的 到哪都有 看过上期军官长城介绍的同学 肯定知道这个概念 就是有关的地方肯定得有河 就是因为河水 它这么长年冲刷 才能会把这种就是山脉给冲出来 冲出口 这个口就是这个山谷 就变成了山这个两侧中间的这个通道 然后肯定人们会在这个通道上设 设这么个关卡 所以就有了长城关口 像这个湖北口对应的就是潮河 潮河这个河从湖北口外 就是北边流进来 然后往南流 这么年轻日久 就在这个潘龙山和卧虎山中间 冲出来这么一个矮口 这个口一半是水嘛 当然还有一半是陆地 相对于周边其他的地方的山间爱口来说 这个口其实是最宽的 也是最平缓的 所以当然也就是最容易被敌人攻进来的 所以肯定得防守就比较严密一点 所以在这个口 它那个还有两部分 陆地部分呢 上面有一个铁门关 然后水上的部分有那个水关 所以水关就是说那种 连通的城壁 然后另外湖城河的那个水的闸门 然后有的可以通小船 当然这个都现在都已经看不到了 这个不管是铁门关还是水关都看不到了 然后我找了这个有这个 看有这个一百年前老照片 这个1900年的这照片 还能看见就是当时存在 你看那个陆地的部分 有一个很小的关 大概就是一个 就两三米宽的一个小门 也就过一辆车一匹马的那个宽度 这个就是古北口过去 所谓的这叫做铁门关 这是陆地上的 然后他那个河上还修过一个叫水门关 不过应该是因为就是潮河水就挺深挺急的 所以更早之前就冲垮了 就是属于连老照片都都没有了 那么一个那么一个关水关 然后古北口这个地方的历史还真是挺久的了 起码说在这种南北朝的时候的北朝 北齐的那个时候 这个地方就开始修长城了 所谓他叫古北口嘛 北口这个地方这个名字 就是应该是从唐朝开始就有了 当然像北齐的时候 那时候肯定也有个名字 不过就是不知道叫什么最早 反正这个地方 你想他作为这种游牧和农耕的边界地带 肯定是这个仗自古以来就没少打 要说历史上的古人里面最喜欢在这地方写游记 然后最喜欢就是有事没事就感慨一番的那种主要还是宋朝人 这主要是因为就是咱们都知道唐末五代的时候 那个儿皇帝石敬唐知道吧 就是他把那个燕云十六周都割让给辽国了 他换取辽国人支持他当皇上 所以就是从那个之后 就是五代的梁唐晋对后晋 后晋那个那个时候之后 北京这边就开始属于辽国了 然后后来就是那个宋辽到了宋朝嘛 宋朝残渊之盟 就是中国这个南北方和平了 然后互相之间互派使节了 然后所以宋朝你想宋朝使节 他要去辽国 辽国他得路过这嘛 然后他每次路过这 他就感慨嘛 他又觉得如果大宋失去了这片中原的土地了 自古以来属于大宋的没了 他挺难过 都感慨一番 你比如说这个有这个北宋这个韩旗 写的过湖北口 就这么说 他说这个你看说这个湖北口 就是这个宋辽的时候 这地儿叫湖北口 你看这湖北口啊 东西两边这山特别高 你看这关口这么窄 你要按你要说这个地方是吧 这这山北边是勇武民族的 南边应该是中原民族的 怎么你说现在这个南北 全都变成这个游牧民族 变成辽国了呢 就他觉得这事想不通 他的原文是这么写的 说这个东西曾演欲挫额 关口才中书记过 天意本江南北线 基金天意又如何 写这么个诗 就感慨这么个事 像那个宋辽时代的古迹 就一直到今天在湖北口这儿还有 你比如说这个 这儿有个那个重要景点 就是那个杨令公词 那咱们都知道那个杨老令公 杨业杨基业 就反正都是说他 或者说那个杨家将的故事吧 就是发生在那个山西燕门关那一带 山西那边的事 他肯定是不在北京 而且他们肯定也没来过北京 当然更容易没来过古北口了 所以之所以这儿有 他的这个杨业的这个纪念馆 杨老令公的纪念馆 其实是那个时候开始辽国人就修了 辽国人肯定也是对这个英雄表示尊敬 然后在这个古北口这地方修了这么一个杨令公词 主要也是就是宋朝使节从这儿过的时候 他可以拜业一下 你比如说就是苏哲后来 就是宋朝的北宋的苏哲 就是苏东坡的弟弟 苏哲在这儿就写过这么一首诗 叫这个过阳雾地庙 写这么一首诗 就是感慨一下对于杨无敌的这个尊敬吧 反正这个算是抒发一下爱国热情吗 也是 所以你看说这个从宋聊时代开始 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人 对这个古北口这地方关注度就还挺高的 当然就是还有更重要的 就是这个古北口长城抗战纪念馆 就是讲了好多就是那个抗日战争的时候 就在这块发生的那个长城抗战 尤其是古北口战役 当时这个国民国民军沿着长城沿线 就是各种抵抗日军的故事吧 然后还有这个长城抗战就是古北口战役的阵亡的将士这个墓 都是现在都反正都是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吧 这个去的话应该也得看一下 对的 还有最后就是说一下这个处境的那个特别特别有名的那个古北水镇啊 说一下这个 就好多人周末都去 在其实他在他不在古北口 他在那个司马台长城那边 离古北口倒是不远 但反正他不在古北口 这个是一个特别典型的 就是南方乌镇的那个风格的那个 那个公司 他在北京做的这么一个景点 按照那个南方乌镇那个做法的那个 做法弄的 里面反正他不过虽然说是假景点 但是人还挺多 好多人都觉得以为说这个古北水镇是在原来的 原来这有一水镇基础上修复的 但其实并没有 这地儿其实就没有过什么 就没有过古镇 甭说水镇就没有镇 以前就没有镇 北方就没有水镇这种东西 水镇就是南方有 南方那个村和村之间去哪都靠船 所以才叫水镇 北方都没什么水 怎么可能搞这个东西呢 然后倒是可以说 值得去的是那个在古北口那 古北口那口里边有一个古北口镇 这个是正经八经的 就是国家认证的这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震 这个值得去 然后差不多这些吧 就是今天我分享就是这些 一些我对这个古北口长城的一些 一些我自己知道的信息吧 感谢大家听我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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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